本席是挺台積電吼 也挺台灣的主權 部長你挺不挺 三街在大潭只用了25年 但是卻要犧牲這個7600年的藻礁 在你的價值裡頭 你覺得值得嗎 部長請回答 你承諾年底要提出來 現在是將近年底了 年底是什麼時候 10月底還是11月底 我們年底一定會提出來 年底到底是哪一天 部長不願意講嗎 還是你不知道 今天那個台積電的小股東啊 今天去申請那個假處分申請 那本席是挺台積電吼 也挺台灣的主權 部長你挺不挺 當然挺啊 是 當然挺 那另外一題吼 就是跟民生有關係的吼 那個好食券好像是後天要截止了 現在的預約情形怎麼樣 現在的預約我的最新了解 好像還有1萬多可以來可以來預約的話 還是可以享有好食券的部分 因為這是民生都很關注的 尤其是台積電的這個小股東的今天的假處分 我希望部長跟全國都一起要來挺台積電 好我們看下一頁 那部長 因為你的今天的報告當中 其實最近大家關心的是2050 近零碳排這件事情 等於是能源會變成是現在開始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是我去金門的一個參觀的一個地方 那要 實際上要是要給台電一個鼓勵啦 他們在金門做了兩座的儲能系統 那就去年5月14號啟用一座 那這是第一期 第二期是在今年的1月18 甚至整個金門島呢 它在一個低碳島裡頭 那你的居民大概百分之九成以上 手上都有一個APP可以隨時看自己的用電 所以這樣的一個儲能跟一個智能電網的一個金門的低碳島 它看起來是一個很好的示範島 那這個示範的地方 部長你有沒有想過 如何把它移植到本島來 到台灣 哪個地方你覺得下一步你會在哪裡實施 還是台電可以回答 好謝謝我們確實對離島 包括金門跟澎湖 我們都積極在推動 所以你的下一個是澎湖 就這個儲能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綠電還是我國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我還是要給台電一個鼓勵 那下一個你們會的demo site 或者是移植到哪裡 可不可以開始 是包括這個金門是我們一個示範島 我們的智慧電網是在金門先來試做 這個我知道我有去看過了 所以我們台灣 其實台灣 你覺得台灣哪個縣市或哪個地方可以開始 我們這個台灣全島都在做 譬如說我們的這個智慧電表 我們就逐步在做 從100萬巨一直要提升到300萬巨 我們還有很多儲能 從59萬 從2025年的59萬千瓦要提升到100萬千瓦 因為台灣畢竟有1400萬戶的用戶 我們必須逐步的來做 金門的負數是比較少的 我們從那邊可以得到很多經驗 好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那就是 我是覺得這個是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示範 我希望就是說在綠能上面要一直發展下去 我們來看下一頁 好講到能源呢 本席支持三階 但是本席反對蓋在大潭上面 尤其是這個天然氣它只是一個過渡能源 那我今天沒有要跟那個部長討論一些實質的問題 我想只問部長一個價值的問題 這個三階在大潭只用了25年 但是卻要犧牲這個7600年的藻礁 在你的價值裡頭你覺得值得嗎 我沒有要跟你討論別的 我只跟你討論價值觀念 我們沒有去犧牲啊 你看我們現在把他這個生態做得很好 而且我們也會盡量在外推 所以事實上說我們去犧牲藻礁 可能很久沒有去看了 我昨天我們的團隊又去看 9月8日我們去看的時候 屋裡覆蓋 結果昨天去看我們的同仁非常擔心 上面的藻礁是不是已經快要死掉了 屋裡覆蓋的非常厲害 他本來在秋冬的時候 他因為夏天會有颱風 那秋冬的時候那個沙會慢慢慢慢累積慢慢在退 所以他本來就是這幾年 我們中游每年都有在監測 那他的這個頻率都是非常類似的 部長 我想這個很難得有一個7600年的藻礁 我們為了生態應該是好好的去那個保存它 我們也很遺憾你沒有回答我你的價值想法 下一頁 我們要來講的就是剛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說這個能耗雙控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在講2050近零碳排這件事情 那我們五國的水價電價甚至油價雖然是浮動 但是也是亞洲鄰國最低價 我們的水價跟油價都是幾乎都是全世界很低的一個價錢 那有沒有可能現在開始如果我們要來開始來關心這個20碳排的問題來關心這樣子的一個綠能的問題 部長有沒有一個想過以價制量的一個政策示威 我想是現在要開始的下一頁 那上個會期呢 因為大家討論最熱淚的就是水價了 而且部長也承諾這個年底的水價呢 年底的開征的期程年底要提出來 那距離年底現在只剩下一個多月 請問一下部長你的執法什麼時候要公佈 因為草案公佈也要60天啊 我們對那個耗水費的部分 我們現在水利署都有持續在北中南 部長請回答 因為你承諾年底要提出來 現在是將近年底了 年底是什麼時候 這個10月底還是11月 年底一定會提出來 那個草案公佈就要60天現在來得及嗎 沒有我們現在有在跟大家收集意見 可不可以告訴本息告訴全國一個正確的日子 10月底還是11月底 我們年底一定會提出來 年底到底是哪一天 12月30號 12月底以前一定會提出來 12月底一定會提出來 那有沒有考慮其實最近工總的政策 白皮書一直在談說 全面水價合理化 部長有沒有在思考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這個就是我們在溝通 耗水費的時候 那確實產業界有提另外一個 就像你這裡提的一個水價合理化的議題 有沒有在思考 所以我們也一併在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是 好這個部長要好好去思考 其實剛講的水電油 其實都是一個 會影響到我國產業競爭力 產業轉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下一頁 講到產業的轉型 今年的2021年的 工總的白皮書裡頭 頻頻的去談到這個 所謂的 淨零碳排跟碳中和 那中研業也有研究過 環保署的碳價 如果定每一噸100元的話 不僅無法減碳 更會讓產業萎縮 那請問一下經濟部有沒有去做過 這樣的碳定價的產業評估 有沒有談說 課多少錢呢 才有誘因去促進這個產業升級 催生這個低碳的產業 這個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看其他國家 它的訂法怎麼訂 那第二個確實是 就我們的產業 要怎麼樣來算 這樣的應該訂在哪裡 是比較合理 有沒有跟環保署討論過 每公噸100塊300塊500塊1000塊 這個會要訂多少錢 那環保署確實會跟我們來做討論 環保署本來答應說 氣候變遷應應法9月底要出來 然後現在就跳票了 又說10月份一定會提出來 10月份是這個月 可見它應該有對碳定價 有一定的價錢了 部長不願意講嗎 還是你不知道 這個要由環保署這邊 環保署來公布 對 由環保署來確定 好 但是呢 我相信經濟部要去做一些評估 到底多少錢才不會去影響到這個產業 他不願意去做升級 多少錢才能夠去促進這樣低碳產業的催生 我覺得經濟部要很關心這樣的一件事情 好 下一題 部長 雅妮判決輸了 可是卻繼續在挖 你覺得這個霸王條款 蔡英文總統也說 2019年要完成修法已經跳票4年了 部長你什麼時候要把這個礦業法送進立法院 兩個說明 第一個 雅妮其實從去年 我們就請她來做圓民諮商 她也已經在做了 所以第一個 並沒有說還沒有修法 她就沒有在做圓民諮商 那現在目前程序上在做 下一月 那第二個 第二個 關於這個 我們也收到了這個 部長 既然都已經在做了 你也在講 都已經在 圓民的諮商 統一權都在做 為什麼不把法制化 有 我們看收到 上個禮拜我們收到判決了 那我們會把這個判決的 這一些的看法 雖然它是個案的見解 我們也會把它 考慮進來作為我們修法的一個方向 還有請部長這邊 要請部長進一步提供 因為礦業局長來跟本席討論的時候 有同意提供要圓民諮商 同意權的辦理情形的清單 就是各項礦業的名稱地點跟時間 還有礦業的一個清單 這個要請那個經濟部 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資訊 送到本席的辦公室 部長可以嗎 這個應該可以 好 請一個禮拜送到本席的辦公室 是 謝謝大家